康瑞台风快速过境 夹带风雨酿灾 民众用水用电问题也浮出台面 尤其居民仰赖的检疫自来水也受到损坏 民众是趁着天气良好上山巡水 除了用水问题 断电问题也是影响居民盛大 除了一般家电之外 电子通讯设备也需要充电 停电多日是让民众苦喊不方便 落石树导影响沿路电线 区长表示全区复电状况得看道路强通进度 10月31号全区附近区全区都停电 有很多是电线跟树跟落石跟土石是 藏在一起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4里已经通电 恢复电力的包含泽人 罗浮 霞云以及三明里部分地区 而后山地区的高溢 三光以及华林里相关单位也极力抢修 区长表示最快下周就能复电 原知新闻感动网友许家荣 讨论夫妻英诚报道